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 我们再次回来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多谢今天Emily 的时间 Hi Emily 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认识了很久 如果大家有留意过我小弟 有一个小小的MPF 广告 是他说我化妆的 不过今天不是说他化妆 今天是说他的很努力的work ethic 还有他是一个运动跳舞教练 and more 那为什么我今天可以有时间去请他来呢 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 valuable 的 sharing wisdom 可以share 给各位朋友 那就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你 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去讲任何你想讲的东西 关于你的entrepreneurship 好 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Emily 有些朋友叫我做爱美丽 我一直教跳舞 跳舞都可能十年十多年 还有我又有做运动 跳舞加在一起 现在想的方法就是 将这两个 其实都在做的了 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带给一个开心又好玩的效果 又可以跳舞 对 一直在做这些东西 Emily 再重复是一个很 hard working 的教练 他可能比我更 hard working 的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还有最 noticeable的就是他的笑容 对 还有如果有机会 你们在看这个 tag 我会看他的公司 page 你会看到很多 clips 他教学生的时候 无论是dance也好 还有运动也好 他都很开心的 对 很开心的 每次我都有谈一些新的project 一定有Emily分 你见到我 你见到Harry的project 有我就是这样的 对 多数是一个分享 记住你 你的circle of friends 如果你是 happy people 你是 happy person 你的circle of friends 会很开心的 也是 所以就有Emily在一起 其实还有几个team member 我们逐个去帮他们 是的 其实你当初不是做运动和跳舞 刚才听到 其实是 我是化妆 我认识你当时做化妆 其实现在都在做化妆 不过就少一点 因为现在我喜欢 我的focus就是在这个 跳舞和运动那一方面 就是 一路做化妆 机缘打合之后 一路跳跳舞 跳舞之后 别人就问 你教不教跳舞 不如你去教吧 蛤? 好啊 就是我这些呢 是害怕的 但是就去吧 不如 不如想试试不同的东西 自己喜欢的 有什么所谓 我一直都觉得是这样的 以前是教做化妆 现在就是 focus在跳舞和做运动那方面 Emily那些class 如果你有看到她的 那些呢 她真的跳的 我真的 那是说笑的 她真的跳 逼得我 你叫我跳这些舞 你一定准备你的电话 打狗多狗 五分钟就会进入急静室 有我跳这些 就没可能的 喂 这样 那别人很失望 还来 还跳 会瘋的 听听Henry说的 就是跟我说的 其实我的engine 是做其他东西的 但是她那些 就是她很独心 她真的带到每一位 的学院 有什么分享 关于你的class 是的 其实呢 我想我是 就是我本身真的喜欢那样东西 所以呢 上课呢 我常常觉得 你 没所谓的 就是你错 你别跟我 因为呢 很有趣的 同学就是说 我也想像你这样 或者我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第一课 或者你 虽然你现在有很多跳舞的经验 但是你没有试过我的课 那你不能比较 就是你跳的时候 我要像你这样的话 你知不知道我跳了多久 或者我自己做了多久 大哥 所以我常常跟别人说 你不要气馁 你进来我房 你一定会有些东西出去的 就是这个东西 我一定是给她的 无论做运动 是好跳舞 好 即使呢 因为我很多学生 都教她的了 就是呢 百多人我有教过 一个人我也教过 小小的我也教过 大大过 很老的那些 就是比如有些senior 七十岁我也教过 所以我怎么会 男男女女我也教过 那你跟我说 你不懂 你只是不做而已 即是 如果我觉得 和你拋到个身上 你不用知道 真是闪 所以你说 我常常都答应 那些人呢 你进来 你一定出汗 你看你要什么 我什么都给到你的 其实我几乎什么都给到你的 你要开心吗 你不是不笑 你一上课一定笑 笑到口 一定是 因为你这样 你不觉得 你见到一个人笑 你就会笑 心想她是我还是什么 那你都会笑 那你流汗 你不会流汗 你一定流汗 原来你说学到东西吗 有一定学到东西 起码你身份左右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有些误解 那些人没试过跳舞 你一年见到一些误解 就是她来到 觉得很shy 对啊 对啊 那你有什么 tackle 很害羞 其实我经常都觉得 不是说 看你跳什么舞 如果你是自己 你看你本着什么心头来跳 就是说 如果你已经很厉害 你来跳舞 学跳舞的时候 确实有一只误解 我也很厉害 我讲一些同学的心态 嗯 我看你什么事 然后就觉得 看你那个人是什么性格 就觉得 如果她是觉得 我这次来踩上场的了 看看你干什么 那你就会少些 就会笑 因为你常常想看 我怎么可以比你更好 但如果你是 我是想着来学东西 或者看我怎么做 你一定会学到东西 所以你不用害羞 我常常都跟我说 你不用想着别人看着你 别人看着我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我常常都知道 我不是说串 那些 因为他们都很focus 学东西 他们不会觉得害羞 而且我说你不用害羞 这间房间 只有我们这间房间 过去你就忘记了 这件事 我认为跳舞也好 做任何事也好 明星 就算你上了报纸 转过头也好 你不用想着 这一刻很肉酸 我以前 你学不到东西 如果你不怕拍照 我想大家听到 刚才你听不清楚 Emily的分享 如果听不清楚 再重复听到 他说的东西 其实我再配搭一点 就是一个认识 你就算不学每一样东西 其实有时候 放下其他不需要的东西 有时候叫做Ego The Ego Down 其实有本书 我介绍他 Ego的问题 下次再讲 太长片 我们要阻止自己 第一件事 你要阻止自己的Ego 你才可以学到东西 还有有一个Growth Mindset 就是 例如我做得什么好的 我来到 或者我可以吸收其他人 其他人有什么好玩 这个是透过一个 你分享的Dance 其实什么class 都是这样 特别你的class 去逼到人 逼到人 逼到人 你讲得明白 这个逼之外 大家都很开心 你想想我做运动 我做PT做运动 所以很疯的 其实我自己都跟那些一起做 我看你合不合之外 你不用支撑手 我经常觉得 辛苦一齐辛苦 在最后 你都开心 所以 跑步 如果我做PT 或者做任何东西 我不会流力 我自己会知道自己的力 去到哪 当然 但是你自己会觉得 给别人的感业力很重要 我觉得 对 这个是Law of Attraction 对 那些厉害的能力 当然 这个我说错了 告诉我 但是每一次你教班 最positiv 最多Energy 一定是你 你不可以说 有些学生最高的 是那个coach 带我整个Hemisphere 是 而且 以我记忆 你每一次的音乐都是script 就是你自己 我自己 就是 不是你教过Radio 开播的 不是这样的 是 现在还有教timers 是吗? 是 好 刚刚分享了那些东西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是 运动Dance 为什么会有运动Dance 首先说两件事 我自己就真的很喜欢做运动 就是 本身我自己 就是做运动的人 就觉得 一定要做运动 Dance 又是自己 根深蒂固 是很喜欢很喜欢 不如 就是 我不想自己没有了 其实两件事我都喜欢 那 跳舞是自己 自己专长 做运动是自己 喜欢的 而且也是 不停地学习 为什么不把两件事合在一起呢 还有很多人可能 我不知道坊间 很多外国 或者我们香港 本地 很多人可能都会把这些 可能都会有 一起的 可能 但是我那件事 就是觉得 我的Dance 学了 可能说 Sexy Dance Jazz Bung 或者怎么样都好 合在一起做 跳舞 所以呢 有搞笑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当你这件事合在一起的时候 当时你会发觉 这件事你自己的话 没有人可以拿到你 嗯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我的经验就是 为什么有这个构思呢 就是觉得 这两件事是喜欢的 就自己拿在一起 你自己 哇你两件事你都觉得自己 都挺专长 不如拿进来 而且你自己真的开心 选择歌 当时又开心 那变成这件事 其实也好 也好的 也好的 也不好 为什么呢 这件事你当时 别人就喜欢你了 因为你 因为他们会跳舞之外 不只是做运动 跳舞 也会很开心的 但是同一时间 又好像做到运动的效果 那这件事就是你了 那变成了 但当你找人代理堂的时候 有时你想去其他地方 找人代理堂的人 就很惨了 就是你会变成了 啊 那些员工 都会说 你选了什么 那些同学吃 为什么他会经常都这样 拜访老师 不喜欢 我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当然有 有good and bad 每一个舞台 真的 真的 好的就是 因为Emily 每一堂都会用 她的 spark 她的charisma 去教授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刚才你说的 运动dance 这件事 其实你将它结合 加上你的style 是我们叫做创新 嗯 那有个朋友 如果你是做entrepreneur 到什么呢 很多朋友 创新这件事是一定要有的 嗯 希望大家记住这件事 那还有呢 他刚才说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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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的passion 令他很开心 所以见到很多 你现在 that's why 有很多朋友 是做教练的行业 都不想帮别人打工 做office job 所以 我从初也喜欢做教练的 嗯 那这个point 想大家拿走 考虑一下 as a entrepreneur 是吗 嗯 我说 recently 你回去了法国 是 你回来 我看着她的视频 她是 真的不是我check her out 是她看一些work 是 完全 dance是进步了 是 拿了一些东西回来的 就是我去到那里也有上堂 就是想 其实我一直想 我发觉 就是想 我要去上堂 我要去进修 就是你不要管 总之 我一直看 在instagram 看别人的视频 都死了 很厉害啊 但是算了算了 我心想我都要去的了 就是你去吧 你就去吧 你不要 你能不能得到 这些东西还管 那些东西 我一会看到别人教育 我眼界 直接开到 哇 开了我 然后就是 你看到转变 就是她说 我自己生生万万 我要摆出来 是 那这个有另一个 sharing 就是我们一样的 就是我们都会去见到 and become a student again 是的 我们飞出去 去不同的地方 那你去法国国道 当然是你的文化 是已经有dance 和她那种style 你知道吗 所以记得大家 另一个take back take away 就是不停要做一个student always learning 是吧 有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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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觉得 一搞一两年 很厉害 很厉害 其实这个呢 我觉得 都没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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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个一定是很好的 跟Emily的sharing 学习 那有没有分享 有关系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学习很重要 就是你 我初初都会觉得 以前 其实我刚才 有没有试过 觉得自己 我刚才没试过 觉得自己很厉害 嗯 就是 是我们觉得你很厉害 他经常说 拿到你的舞 但是没有 因为这件事 对我来说 很 normal 就是可能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跳 就是这样跳 我的学生就是这样跳 伸出伸出伸出 就这样跳 做运动 那变成了呢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 自己厉害不厉害 但是呢 当你再学习 那时候 我还记得 我最 之前 几年前 我学 一路跳舞 你知道吗 真的会的 就是我学JASBUN 或者跳舞的人 我觉得SUMBA 你知道吗 SUMBA 其实是 外国现在都很流行的 那些 做运动 也是那些 那些 比外国流行多一点的 其实有些跳舞的人 I look down on this because 因为觉得做运动 就好像跳健康舞 就是跳健康舞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 我不喜欢的 但我不是的 我为什么会想 我就自己去学 因为我跳过 我就觉得很开心 那我就去报读了 这个班 几年前 我就觉得我不行了 我一定要去的了 然后呢 外国老师来教完之后 我学书开心得不得了 当然我现在 没有教SUMBA 但是呢 你去做学生的时候 你觉得很开心 那从几年前开始 我就不断地学习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 在外国老师来到的时候 你自己没有时间 或者你没有这些能力 去其他地方做 去外国学习的时候 他们一来到的时候 你就去学了 又或者有时上网的时候 你看 不是只看 你要去做 你看完之后 你真的要自己去做 那学习很重要 因为每一次 就算我学法文 我好开心 我学完东西了 你得到一些东西的 你怎么都 如果我 如果我 光说我一定要自己先 我自己喜欢 我自己喜欢的人 就觉得很开心 我学完之后 你会觉得自己 不断地进步 和你的眼睛 你觉得自己很小 是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到的时候 比如我去到法国的时候 我学跳舞之后 我学习家 我学高温习家 很多习家 哇 又是不同的教法 你明白吗 就直接去 你都已经 不要跟别人说 你是在做什么了 我只知道你是在跳舞 别人会觉得 为什么你都做得挺好 你不会想着 跟别人说 你自己很明白 那我就说 是的 我又做了一个运动 或者我自己跳舞 我懂一点点 你动一下 但是你也这么疏 但是你觉得 当你自己摆在一个最低的位置 学习的时候 你会学习很多东西 是的 那大家 through the sharing 我怕有一个 learning mindset growth mindset 最重要是什么 Be humble 是的 你越聰明 你就会知道 其实外面有很多敬仁 很多敬仁 例如 每次坐在我对面 那些 我都尊重 我都尊重 因为 我都尊重 那些 这个是非常好的 分享 那 好了 有些什么 新的service dance 可以提供他们 好的 好了 好了 我们讲了 首先 我自己 我有个jazz fund jazz fund 你要记住的一些 可能是 我都想跳到 好像Britus Bria 那么厉害 这种的舞 就是jazz fund 就会有一些偏一些舞 让你好像自己觉得 哇 我觉得自己很star in这个 one hour chair dance 有些女生 你知道呢 chair dance 其实是 kind of sexy dance 但是 有一些 你跳舞 为什么呢 跳舞就是因为 你将自己平时做到的 在房间 自己觉得自己很 confident 练习 练习 我经常跟女生说 或者跟跳舞的人说 你要confident 你对着肌肉 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 嗯 这种东西是chair dance 然后 这种东西就是 conof dance 就是喜欢跳舞的人 就是喜欢自己 哦 想这样 这样 变一个star 那些 另外一样 就是一向教开的 cardio dance 一些 不是 我听 有个区别 就是 是不是aerobic 有些人是aerobic 不是 我经常都说 cardio dance 和一些pop music 和一些动作 是 成身运动 当然是 但是 有些pop music 你会觉得自己 不是不换的 不会经常重复 1 2 3 1 2 1 2 不是那种 那这个我的cardio dance 是with emlip style 然后 另外 就是 现在就是 dance tavata 就是 那些 就是运动的一种 加上跳舞 可能我有些dance move 一个dance move 你重复20秒 我们休息10秒 再做 不断地这样做 那些呢 就是intensive 就是不用你用脑去记些什么的 根本就是 你做完之后 但是 你做之以呢 你就好像 其实这些move 都是我跳舞 let 出来的动作 还有 有一些口式 可能我只做focus 在那个app 那里 那我就扭多一点 那我扭多一点 但是 不是只是扭来扭去 不是 另外有一些 原来你可以做了一些 很漂亮的动作 而令到你的身形 会变得更好 那这件事情 我就是 现在不断地 因为别人不知道是什么 那我不断地 我都说有些片 我时之会show出来 那就是 这件事 但是 那很好的sharing 那我其实都不知道dance 是分别的一种 我就是以为 你 我不是专家 所以 所以 所以他每次都会 哇哇哇 哈哈哈哈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好 那之后呢 就会有last finish 好的 有些女生就说 I don't think I can be sexy 我是 I don't think I can 那你会怎么跟她说 哦 我一定会 我就觉得 每个人呢 一来有两个问题 我不觉得自己会跳舞 我不觉得自己sexy 我而已 你觉得 那我觉得你可以了 那你又怎么看呢 你又可以来 那为什么你要先来 所以呢 你来到之后 你就是 拋开你一切 每个人里面 人家没有说魔鬼天使的 亦都有个sexy的东西 就是男男女女都应该会有的 那你拿出来 就是你给我吧 你这个小时 你来到 你找我 你一定会有些东西 我会找到你的sexy 不用跟我 很少在我那里 可能harry也是 他 他 不要跟我说不行的 没有个人不行的 对 所以你一定是成功 对 拋开一切 那你看 你是angel 和魔鬼 你都是sexy 对 所以变成是sexy 好了 最后一个词 就是 你觉得有什么wisdom sharing 在心里想和大家分享 是什么 好了 这个是我的很强的训练 从小小的开始到现在 我都很强的训练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很困难 这个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困难 但你不要放弃 很老土的 我经常跟我家人说 或者当我们有些事令你不开心 不要看到全世界都好像暗了 你一定要不要放弃 be positive 每一天起床 你都会觉得自己 我一定会成功的 是 你觉得 是否Amy太空泛 不是 你当你自己想到一些不开心的时候 立刻拿回来 你自己立刻做一些很开心的东西 无论你吃过雪糕也好 你这样如果不开心下去 或者你觉得你要放弃 放弃太容易了 但你现在放弃之后 你要找回你之前的心 再重拾你的初冲 是很难的 所以 除非有一天 你 现在跟你说 我世界末日了 都没有末日 是吧 所以我就是觉得 我从小小的工作 都觉得你不要放弃和开心 无论如何都好 你一日起床 再做 不断地做 你做得好成功 这个是好的分享 不是只有我 我一个很尊重的 尊重的朋友 记得 要双正的 开心 大家和正能量的朋友一起 是 这是真的 最重要的是 认为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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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Amy的时间 非常好的分享 希望你也可以分享 分享你身边的朋友 不要放弃 对 不要放弃 下次我也不会放弃 我继续去找多些 wisdom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多些有用的视频 Thank you Bye